因有特人捕获了一只肥美的独角精,猎人窃下一大块精肉,塞进嘴里大口多意。 威贤带有一丝甜味的口感,让饥饿的味蕾瞬间得到满足。 一只肥美的海豹粉住冰面呼吸新鲜空气,殊不知威贤已经悄然而至。 老步爬上冰山,利用望远镜扫视着广阔的冰面,吃饱喝足的海豹正在冰面晒太阳。 儿子拿出一块白布,用木板将白布支撑起来,做成一个类似盾牌的瓶场。 老步掏出裂枪,拿着盾牌朝着冰面走去,儿子挥舞皮颠,控制雪桥犬。 雪白色的盾牌和北极的冰雪完美地融为一体,老步大不流星地朝着冰面走去。 几十年前的英勇特人,用着最原始的方式伏击,趴在冰冷的冰面受凉不说。 一不小心,海豹还有可能会逃脱,有了这种天然的瓶场。 猎人的一举一动,海豹不会有丝毫的察觉。 老步从领口采下一撮羽毛,他要确定自己处于逆风的位置,这样才能确保海豹不会闻到人类的气味。 远处的儿子,拔出望远镜,观察着附近的操作。 老步继续大步向前走去,海豹似乎有所察觉。 老步立马蹲下身子,白色的瓶场,骗过了海豹的眼睛。 老步需要走到猎枪的有效射杀范围内,此时的海豹还在傻傻地晒着太阳。 猎人手持白布,捏手捏脚地朝海豹走来。 海豹一动,猎人则会停下观察。 从白布的破洞观察着海豹的动向,眼看实际成狠。 老步逃出冰冷的猎枪。 猎枪精准的命中,老步快速地跑了过去。 儿子见老爹已经得手,高兴地呲牙咧嘴,以致海豹能为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。 立马拿起皮冰躯干雪橇犬,朝着老爹逝去。 老步对自己的猎杀非常满意。 海豹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 饥饿的雪橇犬,对血精般一场敏感。 但它们能吃的只有猎人剩下的边角料。 小小的海豹虽然体格不大,但是浑身的脂肪和维生素足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,将海豹绑在雪橇上。 二人朝着营地逝去,营地较小的孩子们还不能追随大人一起收敌,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他们。 小小的一个玩具便能玩上一天,将海豹卸下后,老步将海豹拽到乱世堆中。 这是他们这个月捉到的第六只。 由于一时间吃不完,他们会直接将海豹进行腌制,而海豹的内脏不会进行任何处理。 用石头进行掩埋,随后便是长达数月的发酵。 为了迎接寒冷的冬季,他们并不会留恋在营地。 此时正是独角精的前夕之际,他们要前几道融化的海面。 儿子将雪橇的绳子给狗狗套上,又给雪橇犬戴上了抗寒手套,来应对这零下四十度的气温。 猎人将较小的雪橇犬放到船上。 雪橇犬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交通工具。 泛滥的母爱让母狗跳了进去,但这哪是他该带的地方。 随后一家人开始了迁徙,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狗拉雪橇。 罗子马匹岂不是更好,北极资源匮乏,先不说马匹能不能抗。 北极常年冰雪覆盖,吃草就是最大的难题,萧蓉的冰面就是他们此次的目的地。 老布的父亲非常了解独角精的迁徙路线,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拿着望远镜等待。 此时,一群独角精刚好迁徙至此,一声令下,孩子们纷纷开始了战斗。 比起海豹,独角精的肉质不仅美味,即长长的出脚,也是他们赚取现金的绝佳机会将独木舟抬出来后,直接用嘴给海豹劈充起。 这是防止独角精溺水的救生圈,猎人将盗刺箭头安在长矛上,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朝着精群逝去。 精群正在自由地畅游,丝毫没有察觉身后的猎人,老布拼命地滑动着船桨,待到时机成熟,狠狠地扔出长矛,又将海豹皮扔了下去。 独角精拼命挣扎,在海豹皮的阻力下,独角精根本无法挟迁,随着更多的箭头刺入鲸鱼体内。 独角精的生命也就此宣布结束,男人们出去狩猎。 营地的老年人也并不会掀着一手巧妙的针线活,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新衣服穿,而老父亲则将海豹皮切成长条,为受劣的儿子们制作绳子。 一个生命的云落,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,这就是自然法则,猎人们将抓获的独角精拉会营地一只硕大的鲸鱼,足够他们一家人吃上一个月。 独角精体内厚厚的脂肪,可以让他们抵御北极的严寒,除此之外。 长长的触角会有白人外甥上门收购,其价值也会比动物皮毛高出数倍,辛苦狩猎一天的男人们。 直接用刀子切下精肉,美美地品尝着鲸鱼刺身,微咸带有一丝甜味的口感,让他们瞬间忘记一丁的疲惫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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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